大家好我是Joeman 那我現在人在一個非常酷的地方 就是我們板橋的星海抽水站的公車站站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 星海抽水站 那為什麼會來到這邊呢? 最近Pokeman很紅嗎? 那我想要測試看看說 做我們大台北最有名的這個公車路線307 從頭到尾我們可以抓到多少隻的Pokeman 然後呢可以拿到多少東西 那就跟著我一起坐上307 直接的來抓Pokeman吧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已經上車了 那其實我剛剛在星海抽水站等了半個小時 發現怎麼都沒有車來 因為307理論上是這個量很多的公車 後來呢公車司機才跟我說 因為板橋在施工的關係 所以星海抽水站跟明萊星辰 這兩個站暫時沒有什麼車會停靠 都統一由板橋國中發車 順便給大家看到我們剛上車的時候 背包的一個狀態喔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總共背包裡面 總共有224個道具 那上線是650個 我特地為了這一次的測試呢 把我的背包擴充到650 來測試說307從頭做到尾 這個可以領到多少的補給站 順便測試一下孵化彈的這個進度 我現在正在孵一顆5公里的彈 那上公車前的進度是2 就算它2公里好了 我們來看它說大概多久 會把這個5公里的彈孵出來喔 那馬上呢就開始我們今天的307之旅吧 好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板橋的府中檢驗站 剛剛拿到了蠻多的資源 但是還沒有看到 欸欸欸這邊已經出到 這邊已經出現兩隻 兩隻是Pokemon 決定先來抓 決定先來抓 喵蛙種子 這是橘色喵蛙種子 抓不抓到 抓不抓到 欸一次就抓到 哎呀我真是太厲害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 各位剛剛稍微 手機有點盪掉 不過還好喵蛙種子還在 喵蛙種子還在 但是這個抓不抓得到 剛剛我大概已經丟了好幾顆 然後我同時在錄影 手機會盪掉 所以 有的時候畫面會突然 突然跳掉 這一次 這一次到底能不能進去呢 我們的第一隻妙蛙 我們第一隻神奇寶貝 第一隻Pokemon 307第一隻Pokemon 欸畫面又停住了 畫面又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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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完蛋了 這個我們開頭 欸回來了回來了 一下 兩下 三下 YES 耶 我們抓到 我們抓到妙蛙種子了 種子種子 太好啦 我們第一隻呢 是抓到一個 202CP的 妙蛙種子啊 好的各位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的是 中和的中正路 雨連城路的交接口 可以看到是我們今天 第一個遇到的櫻花點 因為現在早上很少 有人會去放櫻花的這個道具 難得遇到這個櫻花點 我們來看看櫻花點 會不會有 好的這個 怪物出來喔 那這個 連城 欸有有有有有 這個是什麼 這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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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化成胡帝的那一隻 可以進化成胡帝的那隻 這隻小隻的叫什麼 好像叫凱西 是不是 凱西 凱西 超能力神奇寶貝 超能力Pokemon 有沒有 一次 有兩次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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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三次 YES YES 一次 一次就拿到了 這是我沒有抓過的 我沒有抓過的那個Pokemon 哇 好開心喔 超能力神奇寶貝 現在我們先來到了華中橋上 也就是說呢 我們即將從新北市 進入到台北市 那可以看到在Pokemon的遊戲界面當中呢 其實在橋上 這種類似高架道路的地方呢 它不太會有 有啦下面還是有些景點 但是旁邊通常不太會有太多的補給站 但是你可以看到旁邊兩邊一直有草在噴出來 代表附近 有可能還是有神奇寶貝 只是 因為在橋上沒有那個公車站牌 所以司機開得很快 所以如果有 欸有有有有 這個是 欸這個好像是比較大隻的波波 欸這個好像是比雕欸 這個是直接進化到最高階的比雕 喔這個我一定要抓到他 這個我一定要抓到他 我先來為他一個 果實 為他果實 增加好感度 請你 請你吃葡萄 來來來來 進來 啊來我家坐坐 來我家坐坐 欸欸欸 怎麼一池沒丟中 這個公車有點晃 公車有點晃 絕對不是我的關係啊 都不進來 我們已經好像丟了二十幾 好像有沒有二十幾顆球啊 在這個比雕身上已經花了大概二十幾顆了 不要再躲了 呃 但是他也沒有落跑欸 所以其實他是傲嬌 他閃了二十幾顆球 但是卻又不落跑 代表的是 其實他心中 是渴望 嚮往 成為我的寵物 是吧 嘴巴上說不要 身體 蛤 挺老實的 欸我再丟 欸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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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再丟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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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吧 就進來吧 掰 我有點想放棄了 真的是 真的是 史上抓最久了 我們已經抓了他三分鐘了 啊 當機 啊完蛋了 當機GG了 當機了 唉呀我這個邊開錄影 聽說Pokeman本來就容易當機 然後又邊開錄影 所以好像手機幅會太大 欸兩下三下 難道 哇塞 這個神當機耶 呼呼呼呼呼 各位觀眾 我們抓到比雕了 我們抓到比雕如 在台北市 的第一隻寵物 第一隻Pokeman 就是比雕 太好啦 這個也算是越級 越級抓怪 我們一下台北市 就有好兆頭 我們來繼續看看台北市 有什麼厲害的怪物們 在等著我們 欸這邊有 欸這隻是蚊香蛙 喔喔喔喔 蚊香蛙這個是第一次看到的Pokeman耶 這個一定要來給他抓 抓一下喔 還是沒中 還是沒中 為什麼 我要中了吧 一個神跳 欸欸欸 丟中了丟中了丟中 還不錯喔 一下 兩下 難道一直就中嗎 三下 YES 太好啦 各位我們抓到 要進化到 蚊香蛙階段的Pokeman了 這是第一次抓到蚊香蛙 之前在新北市都只有抓到 抓到 抓到他的前一階段 欸旁邊有 蚊香蛤蚊蚊 蚊香蛤蚊 那現在我們已經要接近的是台北車站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即將要進入到台北車站之前呢 我要先經過的這個是北門 在今年拆掉牽引道之後呢 北門整個露出還蠻漂亮的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如果有機會今年來到北部的話 記得可以來這邊拍拍照 就是這個台北府城恩門 這邊附近其實還蠻多據點可以領補給 這邊有一隻 這個是大鹽怪 大鹽蛇還大鹽怪 哇這個是我沒有抓過的耶 一次就抓中了 1 2 哎呀跑出來了 可惡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我家有 我家有 溫暖的棉被 舒服的冷氣 吃不完的冰淇淋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大鹽 大鹽到我的家 大鹽到我家 Please 來來來 抓中了抓中了 有沒有 你就這樣進來嘛 我丟 我丟 我丟這個水果我來吃囉 來來來 吃水果 大鹽吃水果 吃水果 出現愛心了 出現愛心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喔呦 好要進來了 太好了 要進來了 OK 拿到了 拿到了 大鹽 出現喵喵了 出現喵喵了 哇這個也是我超級想要的Pokeman 喵喵是這個火箭隊的主角之一啊 超級可愛的貓咪啊 一次就抓到了嗎 哈哈 一次就抓到喵喵了 超開心的 我在新北市逛了兩天都沒有抓到耶 結果台北市 竟然早上就直接出現了一隻喵喵 就是這樣子的喵 欸 我們的五公里的蛋已經要孵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是孵出什麼蛋 好期待喔 聽說很容易孵出一些很稀有的怪喔 登登 呃 呃 等一下 那什麼糞怪啊 這不是喇叭啞嗎 我早就有喇叭啞了 他還給 唉 好啦好啦至少我升到10等了 升到10等給了我蠻多獎勵的 然後呢 他也顯示我們走了10公里 殊不知 我們其實都沒有走 都是靠著 公車伯伯 靠著307 載著我們走路啊 不知道是不是他這個智慧偵測到我們 偷吃步啊 所以 嘖 付出一些糞怪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人在 南京三明路口站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整台307 剛剛兩個歐巴桑下車之後 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所以整車就只有我跟司機 司機好像已經發現到 他載到一個 嘖 長得像迪索的男子 然後呢 都什麼事都不做 就待在後面一直滑手機喔 不知道他有沒有意識到我 在瘋狂抓Pokemon 那希望在 痾 快要 因為這個站已經是 307的末段的 站了 到底有沒有機會再出現一些 新的神奇寶貝 剛剛我在路上已經抓了很多 雜魚神奇寶貝 那個我就不多跟大家解釋了 大家到時候看我的那個背包 看我Pokemon的那個 累積數量就可以知道了 那也是希望 到底 到底 接近307的末段 有沒有機會 出現一些 比較厲害的 神奇寶貝 這是什麼 這是妙蛙種子 不對不是妙蛙種子 是進化過的妙蛙種子 這隻叫做妙蛙草 妙蛙草 哎呀一次就中 爽 我的一個祈禱 果然 呃 沒關係沒關係 我 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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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要妙蛙草 欸一次 沒抓到就跑掉欸 好啦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我的背包其實好像已經滿了 我的背包 剛剛 好像不能再拿東西 我們還沒有到終點站 但是背包已經滿了 代表我們650格的那個空間 已經滿了 所以其實真的是經過非常非常多的那個 補給戰啊 在經過大概90分鐘的車程之後呢 我們終於來到了307的終點站 浮遠街 先看一下我們練了多少經驗值 我們現在是10等3600嘛 那當初出發的時候是8等 快9等 所以大概是14000左右的經驗值 我覺得還蠻多的 然後看一下抓了多少的Pokemon 那 大概抓了 數了一下3乘9排 所以是27隻加1隻妙蛙種子 總共28隻的 呃 還蠻多的 然後 我們拿了多少的補給呢 基本上 其實還不到終點站 大概到3分之2的路程的時候 整個補給就滿了 391顆的寶貝球 還有非常多的一些藥品跟補包 然後看一下孵化的進度 我們在出發的時候 有一個2公里進度的5公里蛋 所以是3公里3加0.6 大概3.6公里 但我覺得是因為早上司機開得很快 如果在巔峰時刻開得比較慢的話 我覺得孵蛋的這個效果會更好 那總體來說 我覺得做307比較安全 而且又有冷氣吹 大家如果有的時候順路要回家 或順路去找朋友的話 在公車上面 抓Pokemon也是蠻好的選擇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一個讚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